今晚就開始我們的題目 晚鬼酒樓 大家一聽到酒樓給大家的感覺 應該都不會說有些鬼靈精怪的東西 其實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聽了有一單的故事 其實也是香港很轟動的一單故事 跟胡仙有些關係 另外一單是親身的經歷 因為酒樓現在已經結束了 沒有了 所以一直以來我從小到大都在酒樓喝茶吃飯 經歷了很多個年頭 你在哪區的 我在哪區工作就是哪區 大家還沒知道 其實那間酒樓有很多靈異的東西 小時候其實還沒分辨 這個是什麼酒樓 很多人都以為是一個普通人 也好像普通的顧客在喝茶 對啦 不會說太大特別 我想不知道阿飛聲 曾經有沒有試過去玩 譬如有一些長的樓梯 譬如有個朋友跟你搬包担 贏了一個是搬樓梯 贏了一個就走下一級 你也知道走完為止 有呀有呀 小時候經常都玩 有沒有試過跟一些不是人的物體 搬這個樓梯去玩 哇 Bennie師傅不是這樣嚇 還有有沒有試過跟你玩完那個 突然間在九秒九 可能一兩秒之間就消失了 怎會呀 Friend一直在猜 我小時候都很白艷 周圍去鑽東鑽南 那間酒樓其實都很熟 我到處都有秘密通道可以周圍去 有沒有試過去過一些秘行 或者是一些後樓梯的時候 你會見到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玩 或者跟你say hi 或者摸一下你的頭 或者撕下你 會不會有機會試過這些 說真的我自己也不敢去 其實走很多酒樓 例如去廁所 有時不是經過他們的廚房 或者走去他們後面清潔的地方 其實我都覺得很恐怖 其實廚房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陰氣重一些 因為它不見天日 但也有些人覺得廚房是陽氣重的 因為有火 而且全部很多是雪絲 還有很多是男性 陽氣應該是很重的 但其實相對而言 我以前去的那間酒樓 其實廚房很濕的 然後地上或者那些牆 24小時都是很濕濕的 我覺得會不會也因為這樣而聚集了一群靈體呢 因為我太小的時候 我就不是很刻意去留意 所以很難去給一個評價 或者評語 但是那時候 我很依稀記得那時候在酒樓裏面 就是我周圍去周圍走 不同的角落啊秘道啊 我都會去 有一些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呢 飛星啊 一些舊式的酒樓 或者現在的酒樓也是的 會有一個升降機不是被人坐的 嗯 我知道你說哪些 是一些傳送的升降機 哦 是啊 就是上升降機 就是下升降機就會跌跌 大過的焗爐 我想四個焗爐加起來就差不多大了 以前那些是這樣的 那你有沒有試過在那個升降機那裡玩過 你不是專門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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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簡直是 就是進了升降機那裡 上去所有的廚房 不是啊 不會被人說你嗎 嗯 都不會的 有時候偷雞咯 那時候真的很熟很熟的 那還有以前呢 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以前的酒樓呢 譬如串子仔呢 入單呢 是 你知道這點是怎麼入的嗎 我看到那些時候呢 通常他寫完一張訂單 那就會在廚房 通常出菜不是有個窗的 那他們很多地方就這樣 有時候放在那裡 有時候就是 旁邊好像有支釘一樣 這樣就刺下去 那裡面有同時就拿了 然後再去 這個呢 就很新積的做法 嗯嗯 你知道以前呢 舊車的做法呢 就是在一個叫做 油雞部 那裡面呢 就只是出一些很簡單的 煮食的食物 那裡面呢 有兩條 就是喉的 那條喉 那條喉呢 只會那個吸風系統 是扯上去的 那他有一張單 之後呢 就會塞進去這條喉 那之後呢 就會有個很大的吸風 就吸了在上面的 嘩這樣呢 是啦 那是一直吸上去的 所以以前呢 我也是常常都 塞一些紙 不是塞一些紙 塞進去 吸上去 但最離奇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其實那些吸管喉呢 其實只會有一個方向 就是不會說那些風吹回來的 嗯嗯 就是只是吸 對啦 只是吸上去的 但我試過呢 譬如我塞進去之後 隔了一會兒 它上面自己扔進去 即是落回來 飛回來 是 這些事情 我也都覺得是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不可能發生的 嗯嗯 那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是 但其實在這個酒樓裏面 其實都 真的太久了 其實都經歷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在酒樓的另外 有一個員工的休息室 是 其實也是很多甲局的 你進去呢 你會見到一個很大的神台 是 整間的氣氛呢 是紅色的 我當時小時候 我記憶的感覺 是很恐怖的 是 還有我還記得呢 那裏面有一個呢 員工休息室 外面有一個花園呢 是有一個類似 香港某一間大學的 一個河花池的地方 是 是很可愛的喔 沒有魚的 但是只有水和河花的樣子 是 我試過見過有一個伯伯呢 在那裏跟我聊天 是 是 帶我上去那個 阿叔 我問回那個伯伯呢 他說沒有這個人 是 這一刻是沒有人的 是 那他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說有個伯伯跟你聊天呢 是 樓館都動買 是 我覺得這是我 在這間酒樓裏面的 很多的經歷 是 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一會兒慢慢 逐個詳細說 對 亦都相信 新式的酒樓 沒有我們剛剛討論過 或者現在 談過的設施 都未必存在的 例如 好像傳載那些升降機 基本上現在很多酒樓都沒有了 但是相信 在舊式酒樓裏面 都會有很多 這些設施 同時間 亦存在很多靈異經歷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找回 Benny師傅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靈異經歷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的 極度恐怖熱線之 靈界線 剛剛上一節 我們又說了 今天的主題 晚鬼酒樓 亦都提及到 在很多舊式的酒樓裏面 有的設施 現在我們新式的 未必存在 我覺得 Benny師傅 剛剛說的 在這個水池 看到那個 叔叔和你聊天 對我和Win來說 真的是 嚇破膽了 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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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些東西 真的不覺得 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 你沒有經驗 你不會知道 那些是靈體什麼 我都是當一個普通的爸爸 叔叔 那樣 以前我小時候 都會去很多 不同的舊式酒樓 喝茶 我都是喜歡 到處走 到處去 有時候 你會發現 有些人 是很奇怪 是很特別的 不像一般的人 以前小時候 沒有這些知識 但當你慢慢長 知道 有經驗 你會發現 原來這些不是人 但一般有什麼分別 是真的 那個氣色 或者那個樣貌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例如 如果真的是靈體 那些 就如常在喝茶 你看到 他的樣子 是比較灰白一點的 整個顏色 都是比較灰白的 包括 新的衣服 各方面 好像真的 在看一些 舊式的電視機 會不會 好像一般所聽 那樣 那些靈體 都是目光外濟 有一點點 但是整個感覺 很灰白 好像真的 你買了一部 可能舊式的電視機 或者你的電視機 是壞壞的 那些 就有些花花 或者雪花 或者色是暗很多 那些 那樣 那時候不懂分 現在懂分 我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那譬如我們 不如說得深入一點 逐個來吧 我自己親身經歷的 譬如 那時候我 搶樓梯那個 那時候 經常都悶 這些大人 經常喝茶 我還記得 當時 我家裡顛峰的時期 差不多 一至一 都去喝茶 每一日 如是 十二點鐘 就去喝茶 喝到 可能 三點四點 你想想 長達很多個小時 如果你說 我要上學 那幫了學 就去喝茶 所以 每一天 一二天都要喝茶 你想想 等於是我另外一個家 所以 我會見到很多人 見到很多裏面的 伙計 一些經理 每個人都認識 所以 他們都會 像我祭侄 那樣 我到處走 他們都不會理我 譬如 點心部 廚房部 或是 消美部 我都會 暢通無阻 那些消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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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 哪一個部門 特別多 點心部 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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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得好 我這個是一個很 很深刻 因為 我還記得 那時的點心部 在其中一層 其實每一層都有點心部 但每一層的點心部 是連貫的 每一層都是那個位置 那中間是一部大的電梯 是 那其實是 簡直是有人上落的電梯 波電梯 後樓梯電梯 那是專門上落一些 食物 或者大的 那些 未經煮熟的波 那上落 那我還很記得 那時候 我是很不敢走去那裏 除了骯髒 當然 但是 你進去 你是很害怕 你想想 小時候天真無邪 你不會有害怕 不會害怕 不會恐懼 但是這個地方 令到我很恐懼 不敢進去 經常都 走近一點 我就很害怕 走近一點 為什麼呢 試過有幾次 有些點心部的師傅 拉我進去 沒關係 然後我上去 然後拿些啫喱糖 我都不敢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那時候 以前有一些叫啫喱糖 有椰子沙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吃 然後有一把 傘仔 傘仔 那些椰子沙 很好吃 吸引到我 我也不敢去 是因為 為什麼 我試過 在那裏見到 一個爛臉的人 那 我想 我就想當是一個真人 一個小朋友 都很害怕 但是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為什麼我這麼害怕 入那個位 但是他的臉是爛成怎樣的 有血滴的 嗯 但是他當時 有沒有說 是在做什麼 沒有啊 他站在那看著我 就是純粹 他站在一個大的 播電梯旁邊 看著我 我怎麼敢進去 所以我很抗拒 所以我不敢進去 但是 後來我發現 為什麼每個人都覺得沒事的 臉這麼恐怖 是有血水的 就是真的 你 譬如你見過一些 肥豬肉 湯了 還沒洗 那些血水 就是 那個餅肉 在你面前 你也會噁心 是 更何況 是一個我看到 會動會走的人 是半邊的 他在頂鏡看著你 站在那看著 你覺得他很凶狠 你覺得他 回憶一點點 就是覺得 你做什麼 那些 那我現在想回 其實 我覺得他應該是 裡面的員工 或者什麼 我看到他穿的衣服 都好像是一些員工衣服 你在那裡 是見過一次 還是不止一次 其實 你說這個靈體 不止一次 我每一次都不敢走去 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即是他長期都是站在那個位置 對 還有我很喜歡以前 如果做可以飲食行業的人 會知道我講的是什麼 打貓 打貓就是偷吃 我從小時候 我已經很厲害 去進廚房打貓 為什麼呢 剛剛蒸好的馬拉糕 那我就去拿來吃 我第一時間會拿點心吃 但我不敢看那個位置 我一進去那個點心部 他的右手邊 就是那個玻璃圍 永遠就是站著這個人 去掘著我 我是很不敢 他的恐怖 不是他做什麼 他的恐怖 是他一邊臉 爛了 流血 看著我 他不需要動 他沒有動 他沒有走過來抱我 但是 我已經令到很害怕 這個是我 從小到大 這麼多年 是唯一一次見一個靈體 是我親身的經驗 很猛 我覺得 但是 幸好 這麼多年 我就算在這裏 就算我自覺和一些 靈體的小朋友 玩拆樓梯 我也沒有什麼意外不好的事情 譬如好像 我剛才說到拆樓梯 那時候 我們有很多飲宴 經常都會在那裏 擺酒 無論下午茶 早茶也好 我們去喝的時候 太多個小時 我們小朋友一定會很悶 我們就有很多樓梯 每一層都有 例如一樓二樓三樓 每一層都有一條長樓梯 我們就會從最頂 一邊拆樓梯 一邊拆樓梯 最底 試過 其實 挺有趣的 我這個畫面 一想回我覺得 挺恐怖 你也知道 中午市 應該是很多人 是的 我一個就落去下面 只有我一個 很悶 突然間見到一個小朋友 大家都是差不多年紀 當然是很容易玩的 那就拆樓梯 然後大家都差不多不相伯仲 大家有之前有些後 拆樓梯 但我發覺有一個奇怪 旁邊的那些人 其實他旁邊有一條扶手電梯 有些茶客上去喝茶的時候 他會看到我一個在拆樓梯 好像有個對話 一定會很害怕 那一刻我不知道 旁人的反應 旁人的眼光 我後來回想 原來我自己也很傻 因為 人家是見不到他的 是 我看到他 我以為他是人 以為是一個小朋友 跟我一樣 這個就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 但後來慢慢大一下 想回 其實是沒有這個人 因為太多東西是巧合 所以就覺得挺奇怪 但那個小孩也沒有特別 突然間不見了之類的 有啊 譬如猜到這樣 譬如我 我猜到 可能我下去幾級 距離我很遠 那我領班 要再猜 沒有了人 其實你想想 那個時間 可能是一兩秒 但是我們兩個 是猜到樓梯 一條長 可能是二十級的樓梯 中間 你沒有可能一兩秒 每一個小朋友幾歲 大人都沒有可能 我這小孩 是呀 你跑都看得到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經歷 我也覺得挺恐怖 因為我覺得恐怖在是 查客看到我一個在猜 又對答 不知道在做什麼在猜 可能他們會覺得你是小朋友在玩 其實不是的 在我的角度 原來我是和一個小朋友在玩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有小朋友的大人 其實如果有時候 看到你的小朋友 對著空氣說話 或者在玩一些遊戲 自己自問自答 不要以為他會有什麼神經上的問題 可能是有機會有個靈體和他玩 Benny小 剛剛也聽了你說的酒樓 也說了點心步 以及在大堂樓梯的位置 遇到的靈體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位置都會見 其實也有的 其實在每一層 中間也有一個後門 是被一些員工出入上去的 其中一條樓梯是上去這個廚房 即是最大廚房 那裡就沒有燈 黑的 好像後樓梯一樣 我記得當時我自己 又貪方便在那裡上去 也有時遇到一些 衣衫藍樓 也是沒有什麼色水的一個靈體 但為什麼我確定它的靈體 因為我看到 帶我上去的人 或者在我前面走過的人 是穿過他的身體的 蛤 嘩 這個 我覺得更害怕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譬如有一個叔叔 他是部長 他帶我上去拿啫喱吃 酒自禁 但我明明看著前面有人下來的時候 但那個叔叔是不避他 看不到 直到穿過了那個靈體 但他穿過了之後有沒有什麼不妥的 沒有啊 那個叔叔都沒有什麼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 這個應該不是跟我一樣的人 這也是一個很離奇的事情 另外有一個就是 他們的一個員工的一個休息室 他其實不是在酒樓裏面的 是在酒樓附近 我想是同一間大廈 他租了一個地方的單位 他裏面是給一些高層開會 或者給一些員工休息 他裏面有一個大花園的 有養一些魚 有種花 很有趣 我覺得有一個河花池 在我那時候的年紀來說 我覺得很少看到一個河花池 但是那個河花池就沒有魚的 真的只有河花和水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八八酒米 小朋友你在做什麼啊 聊天 聊天 我便說我玩 我便說有人帶我上來 我很開心 突然間帶我上去那個叔叔 他便說 喂你做什麼啊 你跟誰說話啊 我覺得很奇怪 我便說跟伯伯說話 我前面那個就是伯伯 在伯伯後面其實是沒有路可退的 已經是一個窗來的 就是那些網 看著外面就是街道 凌空了地 我便覺得 咦 我說跟伯伯說話 然後看著 看著 不見了那個伯伯 我還記得那個叔叔說 不要亂說話啦 怎樣怎樣怎樣 快點走啦 我們便走回去了 這個也是我曾經在這個酒樓裡的地方 我覺得他好像這個酒樓的一個靈體的花王 專門負責這些圓藝的東西 喔路iberts 例如那些盤災的部分 那些位置 也會看到他 是持著一些 他們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大年紀的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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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或者原来有人告诉我 没有啊 别说谎啦 其实我自后知道 原来每个博企都有相同的经历 后来我听过一个点心支配跟我说 他说这个休息室 很多人都不上去休息 他说你经常累 踩到几间你都会 但每个人都宁愿在酒楼那里躺在椅子上 都不上去睡 原因是因为这个伯伯经常走出来 其实他可能不是骚扰员工的 只不过员工害怕 为什么呢 我听过他说他有一次 他走上去打算一几两个钟 躺在离笼床 躺在那里 在他前面有个神台 经常有个伯伯走来走去 那他一吵他又乘醒了 一吵又乘醒了 但他就是没有人的 但他听到一个伯伯在那里说话 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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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 一声都没有 解释不到 我想他也没有恶意 所以变得很奇怪 所以后来我听到这段节 我觉得这个伯伯 可能是这间酒楼的老伯伯 老员工 我觉得Benny师傅 你和那时候酒楼里的员工都叫好彩 无论遇到小孩子也好伯伯也好 甚至乎较恐怖的一个难免的人 站在那里也好 但幸好的是他们没有恶意 但如果有没有一些有恶意的 是长住在酒楼里面的 那会很大件事 有的 我自己这一个就不是我亲身经历 其实都是香港 我想香港都很轟动的一件事 都是关于酒楼 我想大家一起记得 都有一宗关于胡仙 那 其实是在酒楼里发生的 那其实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是先杀了 即是没有了 那其实就是在铜锣湾 以前的一间酒楼 那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实都可以说的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的王室寶 以前前春是一间酒楼 曾经我听过 那时候胡仙那段时间是很盛行的 亦都说胡仙来了香港 接着这间酒楼发生了什么呢 就说有一家人 有个小朋友满月 他放满月酒 那天 小朋友放满月酒 那个小朋友就在那间房子准备了 那有个妈妈在他抱他出去 那开席 那一入房子的时候 看到一个白色的 他初头以为是狗 但其实应该是狐狸 那在他的身上 扑一扑 然后就走了出去 很快地走了 他很害怕 因为没有人想过市区会有狐狸 那酒楼怎么会有狐狸呢 那他就担心 他想着狗 那他担心会不会咬到那儿子 那他走过去 没什么 只不过在哭 那都当眼花 然后就抱了出去酒楼 那很奇怪 完成了那晚的晚宴 然后回到家 那个BB就死了 那我说什么事 很恐怖 好像死因 那个BB是 譬如他回到家 搞定了些东西 可能洗澡 放回房子 到晚上的时候 他想去看看BB 他发现BB变了干尸 蛤 这个是我听过 我都不像你的反应 其实我不敢认真的 但是如果以我对狐仙的认识 如果一般狐仙要害人 或者要杀人 其实这个都是他们的方式 他们不是要杀你 他们是要吸掉你的阳气 那会变成干尸 很多人害 是啊 另外还有一宗 又是在这个酒楼发生的 又是摆满月酒 又是有个BB 又是有个妈妈 看到一个貌似狗的狐狸 然后就跳过BB 跳过 就是在他面前跳过 很害怕 又不见了 然后又没事 然后又是那一晚回去 BB又是干了 死了 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 挺灵异的事 至此之后 因为一宗是这样 两宗是这样 而且也是挺轟动的事 在那个酒楼的地下 那个大堂位置 那个云石面 就出现了一个狐狸的头 是在云石那里浮现了出来 没什么可能 是的 譬如今天是没有的 但是明天看到就有了 后来就越来越厉害 接着到第二宗的BB命案的时候 那个楼下的云石 就不止浮现了一个 好像一家那样 几个狐狸头 这件事都很轟动 有人就说 胡仙来了香港 进驻了这个大厦 发生了命案 我也听闻过 有很多 请过一些法师 或者有些志愿的团体 就走去做个法师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好的 老实说也解释不到 有没有那么巧合呢 两个案件 同样都是见到一个 白色的狐狸 走过也好 跳过也好 出现过一下 接着 他们的BB 同样都变了干尸 而且这件事都很密 因为其实很难去做一个 医学的验证 还有 后来我也听过 一些小道消息 就是说 有些不是公开的法师 就是一些大师 私底下 去和胡仙斗法 当然 有死有伤 是个法师 哇 这只胡仙也很厉害 我也听闻过 其实我这件事是不在意的 只是曾经听闻过是真的 就说有一个大师 是一个和尚 是 純粹是化缘 看到一个这样的墙壁 他感觉到那里很妖气冲天 是 那他就 和他斗法 把他的狐狸 赶走了 一般人以为 可能离开了香港 有传说去了日本 有传说去了台湾 但其实是原来没有走过的 那他去了哪 的确是赶走了之后 那个混质是没有了狐狸头 那赶走了去哪 原来那个和尚 是在哪里 原来他在哪里修行的 你猜一下 香港的一个名姓地方 名姓 如果说到和尚 会不会 我猜是天壇大佛 是啊 是啊 其实因为为什么呢 我也听过一个版本 就是说 是天壇大佛 有个和长 其实是收了一些胡椒 叶布仙 去了大嶼山 让他们继续修炼 希望他们藉着佛法的感染 可以修炼成仙 而在这件事 我已经是 听闻 道听陶说 我是遗忘的 但是 我有一次去过大嶼山 天壇大佛 无意之中 都是在一些草丛堆里面 都见到一些狐狸的动物 在草丛里面 但是是凌空的 你知道下面是离地很远的 在草丛上面 我是虎嵌鞋下面 是突出了头 但不是一只 是白色的 又是一只 有几只 好像正常一只狗 一只狗 一大 是突出了几只狐狸 我最初以为是狗 我未见过真的狐狸 但是想想 其实不是 为什么 这么尖的鼻 我没有在意 后来几件字 巧合巧合 我发觉 原来再听 然后再记住这件字 其实有机会 我那天见到的 就是这些狐仙 其实真的不奇怪 其中另外有一个朋友 他又说到一件事 他说 其实呢 因为他呢 本身就是 都有 家属上面 都有一间 就是 酒家的 都帮忙做过 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经常都会去 帮忙食饭 都够熟的 其实呢 原来呢 大家有一个 不约而同的一些 经历 其实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告诉我 啊 原来呢 酒家都有一些 灵异经历的 什么 然后我就说 是 我说其实我也 感觉到的 不过我想听 你讲了你的版本 才知道 是不是我讲的版本 然后他就很恶然 很诧异地 问我 你都知道 我说我见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讲的 那我们夹一夹 那我们就 就开始去听 听他 如何去讲 他的经历 但你本身 就是去过那间 酒家的 其实经常都去的 嗯 嗯 还有以往呢 其实因为 我想着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灵体 都是很正常 那我也都没有理 那 因为当时 我不知道他信不信 或者始终是别人的地方 那这个还要我认识的 那我没有理由 你那里撞鬼啊 骂鬼啊 那些东西 我看又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就 藏在心里面 就是当是一个记忆 那一次他吃饭 他说到 原来他那里都有的 那他就说 你想不想听啊 我说好啊 我说我都见过 不过不知道 是不是你讲的 那我就 我就说 好听你讲了 那原来呢 因为其实 我这位同学 其实跟我都是 挺有缘分 因为以前 我们小时候 还没相识的时候 还没真的跟同学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是很小时候 都光顺过他家族的酒家 哦 即是这间酒家开了很久 是 是一间 香港的一间 即是一间 在香港 很多人都认识 是挺有名的 一间老牌的酒家 是 那其实都有很多 就是一些特色的 送菜 所以都是一讲就知道了 是 那所以就变了 其实原来 我以前都吃过 那后来真的 很有缘分 是一次大家一起 读一个高饼的 一个甜品的 课程里面 就大家做了同学 嗯 那之后 亦都因为这样 就是 光顺多了 那就 好了 那说回今次 他跟我这个 吃饭的过程 这个约会 他就跟我说 原来他 走家都有一些 灵异的 传闻 那还有 亦都是他 親身 听闻 那也都有一件事 都是他亲身的经历 他都会觉得是挺奇怪的 那所以其实都 一会间可以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 那么特别 还有都 挺灵异的一些故事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先去一去广告 那转头回来 那我们再找一下 Benny师傅 说一说他这个朋友的 外界的意思 继续回来 有灵界 那在上一节呢 就说到 Benny师傅 这个同学 的一间 酒家 就有很多灵异事件 那不若而同地 原来Benny师傅 都一早察觉得到 那究竟 Benny师傅 察觉到的 和他这个朋友 所遇到的灵异事件 又是否真的一致呢 Benny师傅 就是刚刚你上一节 都预告了 听你的介绍 都知道了 其实呢 我还没说过故事之前 真的都可以说一个答案 是真的在说同一件事 哦 就是全部都吻合的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跟我说 原来那间酒家 会有一个商房 即是一个包商房 即是可能是 给一些VIP的 宾客 或者可能是熟客 那他就会有另外一间房 那进入这间房 是必须要经过 可能是经过 一个窄窄的走廊 然后呢 可能途经你会看到他们的厨房 然后去到一个走廊 尽头就是一个洗手间 即是你会看到这些位置 你才去到一个包商房 那当时呢 他就跟我说 就是在那里呢 他说有两个的灵异经历 是 那第一个灵异经历呢 他就问我 他说 其实你信不信呢 有一些客人 即是一些老人家 是为了一个心愿呢 是要吃了某一种东西呢 吃了某一种东西 他才会真的离开 嗯 嗯 嗯 其实心愿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都知道 就是他一天未了解他的心愿 那他就不会舍得离开 嗯 至于你说那个心愿是什么 每个人都不同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以这个角度去看 我会相信这件事情 嗯 因为当时你跟我说 他很印象深刻 就是一位老人家 男的伯伯 他说其实身体都沙滥 进医院 也都 应该可能是 即是不得的状态 各方面 他就说 嗯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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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 吃一碗饭 即是我要吃这家酒家的一碗饭 即是可能假设 假设叫叉烧饭 是 他说 我如果吃完这个叉烧饭之后 我就真的 在这里吃得安乐 嗯 嗯 那之后他真的 他真的走了去 即是 譬如今晚 他真的走了来吃 吃了一碗饭饭 嗯嗯 接着回去了之后 第二天就很安详地离开了 噢 真的没有异样的事情 没有 那他只是 即是在身边的人 只是听他说 啊 即是 这家酒家的饭饭 真是 令人一事难忘 我一生是最爱吃这个的 那我要 嗯 即是 吃完这个叉烧饭 我就 真是可以 走都走得安乐了 嗯 其实当时 那些人 看到他可以来的话 其实都想着 没有什么的 就是 说的 老人家都差不多 有时候都说的 那怎么知道 真的 第二天 就收到一些其他食客的消息 就说 这位老人家 这位伯伯呢 已经 是很安详 所以有时候 这个也是 他一个很 很感触的一个经历 哇 这个 但是 事后 有没有下文 先 那好了 那这个就是奇怪了 那跟着呢 他就说 这个商访 其实就有 两个经历 那其中一个经历呢 他就说 听过一些 他们的一些 老伙计 就说 经常性 有见到的商访 譬如有自己的商访 不是经常都开的 那譬如真的太爆了 就安排一些客人 就会进去里面 喝茶 譬如下午茶 或者早事 那他说 试过有些老伙计 那他当他准备进去开的时候 譬如开灯 准备设好一些桌子 桌子 他说 经常都会见到一位 茶客 其实是很熟的 即是熟客 已经坐在这里了 那坐在这里 那因为熟客 他就不以为耳 然后继续去收拾桌子 准备方便这些新客人进来 或者是爆了那些客人进来 那就方便安排 那没理的 那我觉得奇怪 不理他了 就出回去 那再安排那些客人进来 那其实这位老伙计 都已经不在意这位老顾客了 那有他 那接着呢 完了这一阵的茶市 那大家都开始在商讨的时候 来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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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那些工作人员 就说今朝的时候 看到哪个哪个 那位老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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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见到哪个 那跟着呢 那边呢 那边就说 那边见那个老伙计 那边呢 那边他经常来的 那边去那边 那边愁在这个呢 那边也就是什麽 那边呢 那边就觉得 你還未知道嗎? 知道什麼? 那個老伙計問他 那個老伙計昨天已經離開了 那個老伙計就問他離開了 他真的很單純 什麼離開了 他很肯定他看到 他不會想到離去 然後他再跟他說 是死了的 即是離開了 然後他就開始想 他覺得呆了 他覺得沒有可能 然後這件事之後 因為始終可能是老顧客 所以你說害怕的 我想不是太多 反而覺得好像很失落 因為少了個顧客 雖然他好像感覺是一些靈異的東西 但他又不是想像這樣那麼害怕 自此之後 北約而同地 有很多老伙計 都說某一個時段 經常會在這個包房裡 看到這個老顧客 嘩 但他每次都 純粹 沒有任何動作 然後你只要 過一陣子 可能當你轉彎出去 就不會再見到他 這件事 真是想不到 其實 Benny師傅 你有沒有特意去 驗證一下他 因為 他講了這個例子 然後他也說 原來要經過這個包房的走廊 原來他也說 那裡也有一些查客 還有老伙計 是說看到有個靈體在那裡滯留 他這樣說 那我就跟他說 我知道那件事 就是這件事 然後我的同學就說 蛤 原來你也看到 哇 是呀 他就問回我 即是你也看到那個老伙計 是的 那我就想問 我就跟他說 其實呢 我就說 很小以前 其實我有入過這個包房的 其實那時候 記憶不太記得了 那麼久 但是他說 因為自從 我跟他熟了 即是做了同學之後 又再去酒家 真的去光顧的時候 就是去吃飯 那他說 我說 有幾次呢 是因為我去洗手間 在北京那條路 那我就 去到那條路的時候 我就看到 就在 他那個位置有個神台 那我就看到 在那個神台附近 有一個粒位 那類似是一些暗角位 那我就看到 那一個男人 就站在那裡 那我就不以為意 因為他又沒有特意 飄出來 或者可能做些什麼 那只是 看著你 看著你 還是背著你 是看著我們的方向 譬如我們 一進這條路 他就站在一個位置 看著這條路 那是沒有任何動作 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就不以為意 但是其實當時 其實不是很 不是說很久的事 只有幾年的事 那我就想著 嗯 那我想 酒家 一個 那麼大的空地 嗯 一定有這些的 那我又不覺得什麼特別 那我又不想 刻意去製造話題 始終這個是我朋友 家族開的一個酒家 那我又覺得 不要刻意說了 那我猜不到原來 這件事 是原來其他食客 和他們的伙計 都一直有盛存的 是 還有原來也有很多奇怪的經歷 還有原來有些老的伙計 都有見過 嗯 那這個就是 我都覺得 原來是幾 吻合的一樣 鬼故 就是說不是 通常我總是覺得鬼故 只有你一個說 就好像那個說服率是差一點的 但如果假設 原來有 在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時間 你是發生著同樣的 靈異事件 那我覺得那個真確性 是很高 是 嘩 就是 照你這樣說 真的很多人都見過了 嗯 但是 直到現在其實 都一直存在著 嗯 都是 我聽你說 嘩 嘩 就是 各位聽眾可以嘗試一下 去光顧一下 看看有沒有新發現 那就是 除了說這個老顧客 嗯 其實他的酒樓 就是 始終打開門口做生意的 陽界的朋友 還有陰間的朋友 也都有 那就是 是不是真的 都比較多其他的 靈界朋友 在裡面 逗留 嗯 其實都會的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 酒家 或者這樣說 其實很多人 或者 很多 顧客 穿插的地方 就是一些公眾的地方 其實是很自然 會有靈體的存在 還有 其實不排除很多 都是一些老的顧客 一些 真是老的街坊 那他們 那他們 臨去 或者去了之後 其實都會 重覆 重覆 做回 他們 日常 平常會做的事情 那所以 他們一些老街坊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去這間酒家裡 一宗兩見 或者真的喝茶 那跟很多的一些老的伙計 其實是建立了很多一定的友誼 那可能 他們離去了 他們不知道 自己已經走了 那他們只不過是一路重覆 做回重覆的事情 是 其實這件事都 挺恐怖的 就是 你慢慢 有回歷史的一間酒家 那你自自然然 就一定有一班 老顧客 那越積越多 就是整整一下 再過多幾年 就是分分鐘 全員滿座 嗯 是呀 但是 通常 被人的感覺就是 叫做大堂 或者一些我們吃東西的地方 那就會 感覺上 可能因為燈光問題 比較光暗 就會少些遇到 那其實進去一些 比如廚房 甚至乎是 洗手間 會不會真的有 比較特別多 靈體逗留的呢 嗯 其實都會有的 因為 我不說其他 比如說洗手間 在那一間酒家裡 通常這些 舊式酒家 就是以前 兩個地方 拼在一起 就是可能一個地方 不夠大 那它可能是租用 或者買了隔離 那塊地的地方 很多時候 你要去洗手間 或者另外一個商房 就要穿插一條走廊 或者穿插街邊 那些呢 很多時候 它們的設計 或者可能是 風格各方面 的裝修 都是停留在 一些很古式古鄉的年代 那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 聚陰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嗯 因為我們說 因為都是一些 已經過了生的 一些老的顧客 嗯 那其實他們是習慣了 那個感覺的時候 他們經常都要聚在那裡 是 還有洗手間本身 都是比較偏向一些 陰沉的地方 嗯 還有都不會很乾淨 所以變了其實都頗聚陰 還有我眼見 這個我又沒有問清楚過他們 是 我發現了一件事 無論他們的男洗手間 和女洗手間 是永遠長期打開大門的 這麼有趣 對喔 一般如果你說現在 新式的那些 酒家 酒樓 什麼都好 是不會的 正常都不會的 但是 他們的洗手間 是一定長開的 嗯 嘩 會不會又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探討一下 這兩個打開門的洗手間裡面的秘密 回到最後一節的零界線 在剛剛上一節 繼續說這間不開名的酒家 不過大家應該都猜到 我覺得 嗯 其實這一個洗手間 通常正常都一定會關門的 有什麼理由會打開門關門的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些問題存在 又或者他 其實沒有東西的 真的方便人進去的 啊 如果我去到這麼多間酒家 你除非是清潔當中 你就才會打開 但是他不是喔 他的門是真的長期打開的 是什麼時候都會打開 那我想方便出入 我想又不是太遲了 那外衣和衛生的問題 以及關於可能是 走光問題 你都沒有理由會打開的 可能 或者可能安全問題 可能 擔心一些食客會害怕 特別是一些女的顧客 因為都幾恐怖的 因為其實 那個洗手間不算是小的 都很大的 但是 因為要經過一條 長的走廊 去到盡頭 那 所以可能比較偏暗 所以那些人可能會 因為這樣 就會 可能 故意打開 一個門 方便那些人不要 擔心那麼多 或者可能 擔心他害怕 那樣 是 但是 我相信 Benny師傅一定有 進過去的 我進過男士而已 喔 當然 你進去 給你的感覺 是否真的 有些 不蓄之下 逗留 其實 有時候 如果你的洗手間 如果沒有其他 顧客用 只有你一個的時候 其實都 真的幾恐怖 如果我看到 因為其實 洗手間 還是沿用於 比較古老的設計 我還記得 刺隔 是 綠色的 一些 反光色的 綠色的 漆 由 那些 長 刺隔 一般的洗手間 刺隔 都會 木門 或是 防火板 間隔 這個還很舊 是以前的鐵板 還有綠色的 那你知道 鐵 飛星一定會明白 通常用一些瓷漆 那它又是綠色的 真的很像別人的學堂 那些感覺 你在酒家的洗手間 看到這些感覺 其實都 很吸引 你看到 一眼看到 因為周遭的地方 都是用一些白色的瓷� 所以它的刺隔 其實是挺明顯的 那再加上 其實 它的鏡子 長期都 都是比較 不知道 可能洗得不乾淨 看到很多 一些 水的漆 還有 那些水漆 有時候 會給人感覺 我眼見 都會看到很多影 那有時候 我覺得 都會 令人的氣氛 會比較 緊張 那我自己 就未必 說在洗手間 看到什麼 我就真的 看回 途徑這個 洗手間 那個 暗角位 就是看到那個 靈體 那當時 他也沒有說 和我打招呼 也沒有給我任何的訊號 我只是很深刻 記得 直至 最近 那一次聚會 和他 和我同學 吃飯聚會 他才有說 這個事件 那我就說 我也是 看到這件事 那他才說 其實這位靈體 其實是他們的老顧客 那經常性 他們的伙計 都會看到 在早市 的時候 在商房 會看到 他自己在那裡 飲茶 嘩 其實他逗留很久 嗯 嗯 聽你剛剛所說 他不只是說 逗留在這間商房 他還在外面 到處走 嗯 嗯 幸好 沒有說 他滋擾其他客人 是呀 是呀 那又沒有 那我想這客人 如果真是看到的話 我想都真的 跟他是很多年的街坊 可能 因為是這樣 那可能 跟他有一種 共念 大家是接通了那個頻道 如果不是就正常 我覺得都未必會真是看到的 是呀 那除了說 這個老顧客 即是你的朋友 有沒有說 在他這間酒樓 始終 你們作為人客 就不可以說 很多地方都去到的 嗯 他作為職員的話 那會不會 可能有些 秘密的地方 或者一些職員 專用的地方 都罵鬼呢 嗯 我就聽他曾經說過 就說 他們 譬如每一個 做酒樓 或者做食肆的人 都知道的 嗯 通常 集團 都會租一個 可能一個 宿舍 那可能 方便一些 下班 或者要轉 轉班的時候 給大家休息一下 是 那他說呢 有時候他要休息的時候 都會去可能 歇一歇 那樣 中途休息 那很多時候 他說多數有時候 睡不到 可能看電視啊 上網 那他說 都曾經都 在這些時間 都容易 被鬼捉 嗯 或者試過 可能是 上網的時候 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會可能 在網絡上面 搭去第二條線 那樣 但是他搭去第二條線 就 例如可能他明明是 上A的網 突然間一上 明明是打那個網頁的 website 但是呢 就會轉到另外一個 website 他說 最初他都會覺得 會不會是 網絡上面的 一些訊息上面的問題 嗯 但是好想 不理了 通常他說 試過這樣的情況之後 不理了 就睡覺了 那就被他責 噢 那他就說 不知道會不會是 有關 或者是否一個 徵召 那他就說 不清楚 但是他說 都有一些這樣的經歷 嗯 但是他本身這個 叫職員宿舍 嗯 都應該不會說 在酒家裏面 其實都是在附近 因為那些是 舊式的酒家 其實就是 例如樓上樓下 是一些屋苑來的 其實他們都會在附近 都可能是 可能有自己的物業 方便是 給一些員工 去休息一下 都有的 嘩 那頭都幾慢 如果聽一下 Benny師傅所說 嗯 其實那裏呢 其實都是一些 真是比較 舊歷史的一些區 那其實是真是 不能開的 一開了一個名字 其實全世界人都知道 那但是就 嗯 還有因為呢 有一點點提示 就是其實 在附近 都有一些 殯儀的工作者 那所以變成 你說去那裏 會不會是 比較相對是 陰沉一些呢 其實事實都會有的 有時候都會 嗯 可能有很多一些 做完法事 做完白事的人 都會來吃飯 或者是 可能是 解胃酒 都會有的 有多個提示 大家可以猜一下 其實我都已經 心目中都有幾個地方 猜到的 嗯 除了這間酒樓 聖傳鬧鬼 那BEN你師傅 在你那次聚會裏面 還有沒有聽到 其他一些 你同學仔的靈異經歷呢 那一次其實都跟他們說 其實他們都說 其實都多的 其實都不少的 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自己都趕著 剛剛那天是星期五來的 我都趕著回來 所以就 聊到那裡 其實都說 我都跟他們說 不如找一次 請你們上來 親自說一下 你們的經歷吧 他們就 其實都 害怕 會不會出外表 各方面 之類的 那我就說 最多都不出你的樣子 拍三出面 所以就變了 其實我會盡量 或者盡力 去叫他們上來 希望可以說一下 在不同的行業 界別裏面 在一些酒店裏面 其實還有什麼 靈異 或者奇怪的 一些經歷 因為我 我上一集都有說到 其實他們都說 有些聽一些酒店的 執訪阿姐 經常都說 最多經歷就是 執訪阿姐 永遠都是 以為摸錯門 以為進去 應該要清潔 但是 永遠就是 進去有人 接著再確實 打回去總臺 問 確實是走了 那個客人 已經是checked out 那 他再進去 真的又沒有人 這些都是一些 他都形容說 那些酒店的 執訪阿姐 都經常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 其實酒店 真的比較多 經常都聽人說 嗯 即是 Benny師傅 你做了以前 做甜品這一行 雖然就不是說很久 是 很短的時間 但是 除了上一次所說的 一宗靈異事件 就 很幸運 是不是 其實你 還藏起來很多 如果你說 真的在酒店的 靈異鬼谷 例如餅房 餅房 因為我真的在餅房 做了不太長的時間 其實我自己真的在另一間法國的餐廳做 那我之前 上個禮拜也有說 就是 其中有一個刺隔 是藍刺 永遠就鎖死 是的 定時定後都會開 是 是 即是 即是 曾經有人 是 不信且 就裝過 是否真的有人 還是沒有人 因為 可能想 會不會是那些員工 即是偷雞在那裡躲起來 動高隻腳 或者可能你說他吃煙也好 或者可能是 跑馬仔也好 即是可能會這樣想 那 我記得好像是說 有一個 supervisor 或者是一些經理級的人 是 那他 即是他會覺得 嗯 沒有可能的 一定是可能有人吞泡 嗯 那他就嘗試去 即是撞 那他不撞 又是可 他一撞 他真的沒有人 而門真的鎖死了 是 那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撞 他想著 聰明一下 我去捉 捉人 我去捉哪個偷懶 我去捉哪個吞泡 那我就寫report 那我還不是英記一工 那他真的在傳聞的時間裏面 捉搖走進去 那他真的撞 他很奇怪地 因為其實那次鎖 其實是 其實那些鎖鎖 其實那些鎖鎖不太大 是 那他真的去捉 那他真的去捉 那首先呢 他就很穩陣的 那他呢 就是為了打草驚食 那他呢 就靜悄悄進去之後呢 就想著 看一看 那個刺鎖底 看看有沒有腳 即是他是進另一個刺鎖 去捉嗎 那他只是在外面 那他就在外面 蹲下 那他就確保 看有沒有人 那沒有腳 那應該沒有人 那門也真的鎖死了 那跟著呢 他又 嗯 他就嘗試敲敲門 那看是否有人 那他又問 那他就去鎖鎖 那他就去鎖鎖 去鎖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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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看呢 是沒有人的 但是呢 那沒有人 那鎖鎖 也不是蓋住鎖板的 那是打開了 那他一鎖鎖 那他一鎖鎖 那我想 以前呢 先想想想 那十年前 那我還記得 都還要拉水沖刺 就是 就未止去到拉繩 就是 就是在馬桶後面 不是有個按鈕 是 按下去 那不是現在 一按鈕那些 要拉下來的 那他很奇怪地 他爬高了 看著 就是 全民鬧鬼的字架 那一看 沒有人 那那鎖板是打開了 那沒有人 那在這一腳撒那的時候呢 他就發生了一件事 是 是令到他自己覺得很害怕的 那什麼事呢 他看到那個 就是拉水的位置 自己拉了下來 沖刺 蛤 即是那個把手自己拉 對 那個把手自己拉了下來 那些把手 是一定要用力拉下去 你才下 但是沒有人自己拉了下來 然後 那馬桶的水便去 沖刺 那他呢 當時已經是不輪到他不信了 他立刻 他很害怕 喊 大喊 然後喊 然後喊 幸好呢 他出了洗手間 然後喊喊喊 很害怕 那很多的同事 我還記得 就說 在好的面青口水 走出來 好幸好 當時是一個 剛剛是 午餐 和下午茶 中間的交涉時間 那麼 變了 沒有什麼食客 大部分都是我們 員工在做一些清潔 或者是做一些工夫 去做下一手 所以變了 當時沒有影響到食客的情緒 但是 人們問他什麼事 他就形容回當時的情況 然後呢 其實有些 有些同事 就在陰陰嘴笑 因為 抵他死 甚至我們說話 還有 那位 主持人 其實就不太得民心 他會覺得 抵你死 還不嚇死你 還不嚇死你 這個也是 一個挺靈異的經歷 但是有沒有說 看著這個把手拉完之後呢 那個刺隔的門 有沒有說 完全不斷打開呢 因為 他一見到 一落 沖水那一下 他已經叫了 出來了 他已經不敢再 研究了 然後呢 他就猛地說 有鬼有鬼有鬼 很害怕 在對面聽到很順白 當時 每個人都 因為洗廁所的阿嬸 他有經驗的嘛 不用怕 轉頭就沒事了 然後 不會馬上進去 大概 半個小時 才再進去 那個刺隔 真的自己打開了 但是這半個小時內 是沒有人進去的 嘩 這件事真是 很離奇 也真是解釋不到 那真是 如果 如果大家 當時 不知道你的感覺 又會是怎樣 我們來到這裏 的節目時間 真的差不多了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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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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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